行政長官詹蔭權在紐約外交關係協會隔走會上致辭時 談及香港在中美關係之中可以發揮的作用 他說香港具備獨特的優勢可以促進中美貿易 蔭權說去年中美貿易有百分之十二是經香港進行 總額達到460億美元 即使全球經濟動盪 但香港和美國在去年的雙邊貿易 仍然按年增長兩成 總額達到660億美元 他鼓勵美國善用香港的優勢 加強與中國的聯繫 另外他回應記者提問時 提到香港不會改變現時實行的聯繫匯率制度 鄭任權稍後會前往夏威夷潭香山 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 香港風頻電視機仔你仍然影響不動